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節目 我是Yammy 眨眼認你吐煉 不少人求神拜佛祈福 時值一年一度日本新年參拜的季節 去旅行的人不妨試下一個神社收集龍珠? 一起去片看 群馬縣的七間神社聯手推出上周神社群拜的活動 是吸引大家一口氣參拜七間神社 增加向有錢收入的月招 收集名為神玉的道具 號稱全部收集到手 善信就可以實現願望 令人聯想到卡通七龍珠的設定 其中一間舉辦活動的神社 是前橋市的前橋東照公 一粒神玉圓珠成為五百億元 七間神社的神玉花紋都不一樣 和各自特徵有關 譬如前橋東照公 供奉戰獲名將德川家康 所以神玉上就是德川家家文 有孔雀的準紅神社就是孔雀花紋 活動由去年八月開始至今 已經賣出超過兩萬粒神玉 善信只要收集所有七種神玉 就可以換到一張證書 另一個慘敗熱點 是大阪府松原市的報隱神社 這裏的戀愛籤特別有趣 每張籤文只是寫了簡短直白的句子 例如 愛要快工 當時太急了 現在太遲了之旅 抽一次二百億元 極簡籤文 吸引不少人朝聖 報隱神社的戀愛籤簡單易明 凌陷於戀愛煩惱的年輕人 道理其靠指點迷津 利副戀愛籤 尺寸大如照片 並非傳統的細長條 不少人還會用相框裝飾 方便時時提醒自己 好了 今集講到這裏 多謝收看